哈囉各位店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莊民國111年的8月27號星期六 來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榴槤苗 石森苗榴槤苗 好我們在上個月17號的時候 幫我們榴槤換了黑卵盆 那黑卵盆裡面的土 是我們自己調配的 我們用培養土、田圖 還有那個稻殼 幫他做調配 那那時候呢種了 二、四、六、八、九顆 九顆種子 然後有些種子呢乾扁 然後有這些種子比較飽滿 唯一一顆最飽滿的就是 鏡頭前面這一顆 所以種子的飽滿程度呢 影響到他後續呢發芽之後的狀況 像這樣看下來 真的越飽滿的種子 它長得越好 那其他乾扁的種子 也有長出來 只是沒有那麼的漂亮 甚至有些呢長出來之後呢 被那蝸牛給吃掉了 然後像這個也是 蝸牛吃掉 那這邊也有 長出來之後都被蝸牛吃掉了 好 這部紀錄呢是我們 這一陣子對榴槤 重啟榴槤夢的第四次紀錄了 那我們上次紀錄呢是幫他換黑卵盆 我們從第一次紀錄 就是去買榴槤回來 開國吃榴槤 然後留下種子 幫他做一個芙芽 然後芙芽完之後 我們把他 幫他 那個什麼 最後幫他種在黑卵盆上 那今天呢 又過了一個月 又十天 我們看一下他進度 就是這樣子 他已經長出了 長出了這個幾對 幾對葉子 都還沒還沒完全展葉出來 不過看起來還蠻漂亮 不過像種這樣 種到這樣子的程度 不簡單 不困難 很簡單 困難的是之後 要怎麼照顧他 還有我們弟子之後 他有沒有辦法順利活下來 我們已經嘗試了 好幾遍 好幾次 都沒有辦法順利活下來 不過現在台灣的天氣 越來越熱 我想越來越有機會了 對台灣以後種榴槤 尤其是 離開南部 往中部 北部這邊過來 慢慢的會越來越適合 我們一樣 不放棄我們伊甸園的榴槤夢 所以這一次的這幾顆 我們要好好的幫他做一個 照顧 之後我們會拿到圓子裡面去地址 那地址我們還在想 要用什麼方法去做地址 我們之後會在之後的影片呢 一樣做紀錄下來 不管是成功或失敗 我們一路把它紀錄下來 看有沒有辦法跟我們在紀錄 那個榴槤蜜的那部影片一樣 一樣從種子到長果 不過榴槤蜜 我們從種子 從吃果子 種子到長果呢 短短花了不到幾年 差不多四年就去 就長出果子了 那這個榴槤呢 榴槤呢 我想不太可能 這個榴槤呢 少說人家說十生苗 少說也要 也要十幾年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用時間去等待它 甚至如果我們把它種起來之後 有順利的存活 順利長大之後 我們或許 花個小錢 去買個那個 接稅 過來嫁接也可以 也可以 或者是去買那個 人家嫁接好的苗 然後過來做靠接也可以 重點就是要培養一顆 健壯的食生苗 在我們園子裡面 當作母本 以後呢 當作它的樹頭 以後可以 可以圓我們的 一點點的榴槤夢 好 過了一個月又十天呢 簡單的做一個紀錄 就是這樣子 目前我們的榴槤苗 長的這樣子 這部影片 這個系列不知道有沒有人在追 如果沒有的話 沒關係 因為這個 還看不到什麼成果 還看不到什麼成果 等再大一點之後 我就 我想應該就可以吸引更多人 來 來看這個 這個紀錄 OK 那我們今天呢 紀錄就到這邊了 我們 一個月有十天 栽種在黑卵盆的榴槤 長這樣子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